平步村 村内有一座八卦楼 实践于清嘉庆19年1814年的重兴楼 最初为平步城市族人聚居之所 历经风雨旅游重修 但现存文物建筑仍保不完好 2014年台湾知名企业农油种苗有限公司 诺户平步村 建设80亩高优果树品种繁育推广基地 赴美是平步村最突出的标签 以人为本立足生态幸福宜居 是平步村坚持的绿色发展原则 规划精美村庄秀美生活甜美 社会和美的四美工程 定会让平步村在田园木戈市 赴美移民新村的路上越走越远 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